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是在讲妇联会 我在讲救国团 老天哪 雷倩坐在他旁边 下面都妇联会干部 他在讲救国团 你在拗嘛 你拗了不是笑死人吗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就会让人觉得说 这个人就是一个骗子 我觉得国民党这时候我倒是同意国民党 骂他骂可说 你知道吗 国民党怎么骂他 这个有共识 有共识 他说 柯文哲为了要骗选票 当初为了要绿营的票 就说我是默绿的 等到要来赢的票 我是两岸一家亲 那时候民进党到底要不要礼让他的时候 为了争取民进党的礼让 又说我为两岸 收回两岸一家亲道歉 那现在又说 复联会的事情 过去就不要追究 真的是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所以他自己其实自打了一巴掌 但是我必须要讲 我觉得他要注意 他成功地打进去 眷村文化先锋队 那个社区 那个是什么 我就是他建眷村里面的先锋队 那这一切是为了什么 他其实短期来讲 他要拉蓝营的选票 他要拉蓝的是 因为他觉得绿的已经拉不动了 所以他要拉蓝的 可是长期来讲 也是为他将来进军总统大卫先布军 绿营拉不动 那绿营有没有跑掉 这一次 绿营当然有一些还没有完全回来 还没有完全回来 但是我估计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一次本来 当然会更受不了 我告诉你 比如说我认识一个朋友 他就是这样 他说他一辈子没投过国民党 所以两岸相权取其亲 他怕丁守中当选 他把票投给柯文哲 结果他非常痛恶党产的事情 不灵会的事情 因为他们自己有交手过 他更痛恶 他说柯文哲真的是个骗子 然后他就说 好 现在又非常坚定 他一定要投给姚文志 对 因为他说 他觉得 你怎么有叫做朋友觉醒那么晚 没有 十月二十四号投票前觉醒就好了 那好啦 我告诉你 现在我们还在努力 在让更多人要更觉醒 因为其实柯文哲 我真的是觉得他非常可怕 他真的是北京的最爱 又可以裂解民进党 OK 好 那因为对于柯文哲说辞反复 因为今天这个有三位年轻的议员候选人 有社民党的 还有国民党的 还有民进党的 那国民党的市议员候选人 李博裔就说 蓝领不少年长的支持者 不喜欢柯文哲这样子反反复复 像民进党一样发夹弯 这样一来 柯文哲的民调 至少掉五%以上一定会有 李博裔说 柯文哲已经从政治素人 变成政治人物 他当时跟复联会主席雷倩对谈的时候 因为现场都是蓝领的人 于是就想贴近蓝领想法的话 事后被绿领抱怨 又觉得自己讲太快 连忙又修正 同一个人前后讲的话完全不一样 证明柯文哲没有中心思想 他说 柯文哲提两岸一家亲 确实有大约15%的蓝领选民 这个要投他 因此改支持柯文哲 可是他说这一次他会掉5%以上 他大胆议员 盯所中问啊 OK OK 那就是说 子泽我想请教一下 李博裔是认为说他这样子蓝领会掉5%不得了啊 5%票很多嘛 对不对 他不是会掉还是会拉啊 我先讲那个博裔太客气了 他说他形容柯文哲什么 从政治素人变成政治人物 不是啦 是从政治素人变政客啊 这样子 这样没有中心思想的价值 你只为了要选票 你只为了要扩大你蓝绿的支持者 对不对 刚刚美美讲了嘛 从两岸的关系我没有共事了 对啊 对不对 一下墨绿要两岸一家亲 然后又再道歉等等 到这个也是 还有之前他推出了一些政策 对不对 也是要讨好 不管是老人或者说蓝营的选票等等 那当然我觉得他这样的反复 我觉得啦 在有一句话叫做 你要catch all 你就lose all 你什么都要 你有时候最后是两边都不讨好 尤其现在 刚刚我们也讨论很多 尤其是韩国瑜效应 尤其又加上绿军 民进党坦白讲也怕输 所以最后蓝绿会怎么样 会归队 会有一些拉扯 那这个势必 我觉得柯文哲在这个部分上 整个大环境 又加上他几乎在网路的话语权 现在就这样最少打很多则 三则五则以上 因为现在韩国瑜真的太红了 那所以说我觉得整个状况 对他是不利的 所以你看他在这一场 为什么尤其这个复联会 他要去声援 要去讲这些话 多多少少也是因为他知道 就是说现在的状况 选情的状况 可能最后不管是归对他 或是对他不利等等 他利用这样的场合 再去拉一些票 可是我觉得他这一次失算 他的确有可能因此 我觉得不管是在蓝的选票 或绿的选票多多少少 但是当然这个要算 就是说蓝少多少绿少少 不过如果你看他现在 他的支持者 你知道他今天那些复联会这样讲 全场热烈的掌声 弯生雷动 可是复联会竟然不会很生气吗 因为人家是在讲救国团 不是在讲复联会 可是问题就是这样 当你现场的翻身雷动 最后换来什么 他说这个 他后来不是又修正 他说我对复联会不熟 对此议题我不够了解 那请问复联会 你觉得本来 本来帮他鼓掌那些人 最后怎么想 对不对 他可能本来想要加分 他现在不仅没加到分 还扣分 没有人搞不好是救国团了 搞不好现在看救国团很生气 对不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